疫情深深影響着经济和民众的生活 我们会调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 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去压止疫情 除了早前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资270亿 来推出资源措施之外 在新财政年度会大幅增拨超过600亿元的资源 加强控疫防疫的工作 包括加大检测的力度 采购疫苗和快速测试剂 以及相关的服务 兴建各类的防疫抗疫的相关设施 加强环境卫生等等 只要疫情受控 往后继续维持动态清零 消费同时投资需求预料会重拾动力 同时为与内地恢复通关创造条件 考虑到去年首次推出消费券计划的成效 我们会推出新一轮的计划 向每名合资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和新来港人士 分期发放总额约1万元的电子消费券 预计可以位及大概660万人 我们会在4月先向超过630万名 上次已经成功登记的市民 发放5,000元的消费券 预额就会和新符合资格业人士的消费券一起 在今年年中开始分规发放 相信计划有助输解民困 同时在日后有效带动市场气氛 刺激本地消费 加速章制复苏 并且推动电子支付的更广泛使用 感谢观看